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歐多美 歡迎回來我們的飢餓龍啦 我們很久沒有回來飢餓龍了 今天呢 我們飢餓龍又改版了 悄悄的改版了 相信應該有很多人還沒有發現改版 老頭就先發現了 就在昨晚呢 老頭無聊躺在床上滑手機的時候呢 就稍微看了一下飢餓龍的那個 商店介面 啊 居然沒想到真的更新了 而且 還更新了一隻我覺得還蠻酷的 好不好 那麼呢 就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次更新了什麼 好像也不用給你們看一下這次更新什麼 這個影片封面已經告訴你們了 哈哈哈哈 好啦 就是這一隻啊 好不好 這一隻叫做霸王龍啦 哦 非常的奇特哦 哦 就想說霸王龍不是兩隻腳陸地形的角色嗎 啊 怎麼會 就變成為飢餓龍 飢餓龍這款遊戲的一環呢 哦 原來是他的背上呢 有背一個噴射包包 可以讓他在天空不斷的飛行 然後呢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的能力有什麼 他這上面說明是說 帶著侏羅技噴射爆走 噴射背包爆走的暴龍 升到五級的時候呢 可以升級 噴射背包 然後呢 十級可以帶寵物嗎 這是正常的 十五級 重踏地面 疾昏附近的敵人 然後呢 二十五級呢 衝進牆壁疾昏附近的敵人 衝進牆壁 這個要怎麼衝進牆壁啊 啊 不管了 我們待會就來使用他哦 可是在使用之前老頭想要先把這個右上角這個167個紫色寶石全部把它抽完 噢 相信各位應該蠻想看一下 可不可以再抽到傳說對不對 啊 抽到傳說好像是拿到三百個碎片的樣子吧 還是一百一百五我忘記了 啊 我想要把他先全部換成金色蛋殼 之後我們就可以來升級 我們先來抽看看好了 不管了 先抽再說 啊 這個大概可以抽個 我一百一百一百六十幾個嗎 大家可以抽多少啊 大家可以抽七八次吧 我懶得算了啊 好不好 哈哈哈哈 這邊全部都是抽到普通的 普通貨色只給金色蛋殼碎片十個 繼續 這個要抽到傳說真的是有點難啊 真的是有點困難 一個都沒有 再來 最起碼給一個稀有嘛對不對 啊 最起碼貼個稀有出來啊 啊 我們的蛋殼碎片快沒了 啊 不 我們的那個紫色寶石快用完了 咬痕 再來 哇 全部都是白色的欸 怎麼辦 好想哭哦 哈哈 垃圾夥伴 那居然取名叫垃圾夥伴 哇 就這樣這麼快就抽完了 算了 好吧 那我覺得我先升第一階升到五級好了 好不好 升級後的噴射背包 好 先讓他 先讓他有這個噴射背包 好 然後我們升到M好了 OK 剛好升到M之後呢 我已經沒有蛋殼碎片了 哈哈哈哈 怎麼會這樣 完了 到時候要課金了 好 沒辦法 先這樣子好了 我們帶一下寵物 呃 我看一下 啊 烈二分填燃燒時間 再帶 會吃地雷的好了 然後 再來帶 帶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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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帶 隨便帶一個好了 什麼飛 飛行 飛行炸彈 好不好 OK 就帶這三隻 玩一下 我看噴射背包已經長得不一樣了有沒有 我看他噴射背包變得比較大K一點 剛剛本來還沒有升級的時候比較小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 噢 噢呦 噢呦 哇 原來在陸地上走噢 哇 他 他有什麼功能 我看一下 噢 就是説如果他 你要飛行的話 你必須要靠這個背包啊 哈哈哈哈 那平常的話就只能在陸地上走 撞不死他 撞死你 哎呦 撞死了 撞死了 啊 如果這樣的話 烈焰奔騰是長什麼樣子啊 我挺好奇啊 烈焰奔騰長什麼樣子啊 他不能這樣子持續性的飛行 我還沒有辦法學那一招 我還沒有辦法學那一招 有了 一樣啦 只是可以 只是只是只是 只是就是你知道髒嘴這樣子而已啊 沒有什麼改變呢 只是就是 還是一樣不會因為這樣長翅膀之類的 噢 然後非常的帥氣 哈哈哈哈 哎 輕輕按好像會跳是不是 不會 輕輕按不會跳 如果你想要 你想要吃上面的東西 還是要仰賴這個噴射背包這樣子 哎呀哎 可惡這些鬼魂都不能吃 好想吃哦 因為吃那鬼魂可以加大量的 烈焰奔騰 為什麼現在改名不叫烈焰奔騰 叫勁爆啊 我現在才發現他前面改名叫勁爆耶 只是他上面那個招式放出來的標題還是叫烈焰奔騰 哦在水游泳的霸王龍 哈哈 哎 那平常這樣暴龍可以在水裡游泳啊 可以耶 而且好像看更新好像除了這一 可以增加這一隻之外 沒有多新的地圖之類的 跟他不哇完了我要被炸死 oh my god 哎這也太快了吧 那以後的 好啦算了 反正我覺得有看過就好了 好吧 這就是我們的霸王龍 我們來到一顆蛋 超讚的 水哦 我一大堆用霸王龍 有沒有看到 超多用霸王龍的 哦這一隻呢 到時候進化到最終階段到底強不強呢 這我就不曉得了 哦 這個只能看下一集了 好不好 我們下一集之後呢 再來看一下這個最終階段到底長什麼樣子 好吧 那麼請你影片到這裡結束啊 如果喜歡影片呢 就首先要講個訂閱 又要講個喜歡的話 下方留言 或者把影片分享出去 啊 或者是 分享出去之後再分享出去 好啦 給更多的親朋好友觀看 感謝各位今天收看啦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啊 最終形態的霸王龍 再跟你們見面啦 拜拜 拜拜 by bwd6